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講就 表面上跟這個科學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講貝多芬 是的 科學也講貝多芬 關貝多芬什麼事呢? 選擇這個材料當然是給大家一個合理理由 因為原因就是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要重新驗這個貝多芬 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對他的死因有些特別的懷疑 但是貝多芬他都很早就死了 五十多歲就死了 所以他對於貝多芬的頭髮就做了DNA的化驗 我想這個故事典故我嘗試猜測一下 因為貝多芬就1827年世世 其實現在2023他就死了200年了 會不會作為一個對於紀念貝多芬的一種科學憲禮呢? 不清楚 但是其實很有趣的 貝多芬在他還沒死之前 就是說他30多歲已經跟他的醫生朋友交代了 就是說我死了之後 如果我突然死了 你記得把我的死因的病那些都崩開了 於是今天我們研究貝多芬就因為有了貝多芬這句 就沒有什麼障礙了 大家就很樂意地將他的病歷公開 甚至乎將他的基因數據公開 如果就是說可以幫助研究他的病歷的時候 基本上貝多芬生前已經交給他了 也不是說他有病的時候 他已經一早 其實這麼說 一直都堵住很多古靈精怪的病毒 他一早已經交代了 他死的話呢 他的病因 病歷 這些考證就完全是要公開的 留了這一句說話 想不到是留了200年後的今天 就令到我們可以完完全全就比較少障礙 來幫他去研究他的死因是什麼 而這件事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今時今日 我可以說 我們了解貝多芬本身生了什麼病 是比貝多芬清楚了 甚至乎我們今時 甚至乎發現了 就是有一些貝多芬可能他家族想隱瞞的秘密 我們現在都不小心撩穿了 有些秘密就通了 關於那個 怎樣去考證DNA 這裡又要講一些其他的花邊的資料 其實貝多芬死後 就有人去留下他的頭髮的 我發覺當時也挺流行的傳統 你說19世紀初 被人剪了頭髮 留下來 拿破崙有了 是不是? 然後貝多芬也有的 又是被人剪了頭髮 留下來的 然後甚至乎 說現在世界上 流落著自己聲稱 去保存了貝多芬頭髮的地方 有八個地方 可能不止 但是起碼有八個 甚至乎就是將他放進他的飾櫃裡 去展覽這個貝多芬的頭髮 其實說真的 有些是收藏家拍賣買回來的 裡面是真的假的都不知道 原來裡面是梁錦祥的頭髮 你也吹不上了 是不是? 那如果那側是台長頭髮 我想都不是差的 對於我們 你吵到你說的 是不是? 但是就是說 是不是貝多芬的呢? 其實很有趣了 就是因為這些研究人員想去考證貝多芬 其中有一位研究人員還很有趣 這個年輕人 他本身就是讀考古學的 但是他也很喜歡去考古一些 這些這樣的中世紀的歷史 甚至乎這些去到近代的 近現代的歷史 那他做這些的時候 他有一次就會親眼看到這個貝多芬頭髮的 sample 那他心裡面就立刻想起了 哇 我有沒有辦法去驗一下 這個是不是真的假的呢? 那我知道現在有一件事要基因分析 我可不可以幫到呢? 於是那個年輕人簡直就是 他為了這件事 為了想研究貝多芬的頭髮 就簡直就是走去讀原本傳統的考古學 就轉去讀基因 要去讀一些基因科學 學一些基因科學 讓自己可以在實驗室裡做貝多芬頭髮 親手做貝多芬頭髮的基因分析 那在這次裡面 這個年輕人有份去貢獻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嘗試在世界上八個不同的地方 他們聲稱擁有貝多芬頭髮樣本的地方 去拿這些頭髮樣本回來 大家都很慷慨願意給了一些樣本出來 之後這些頭髮我們需要在實驗室裡 用一些溶液來去溶掉它 然後拿裡面的DNA成分來做分析 這樣很有趣了 在剛才我說的那位年輕研究人員裡面 去拿到的樣本裡面 發覺那個是假的 其中一個八個樣本裡面 我不會說哪個真是哪個假的 但是大家可以做個判斷就是 其中有五個裡面的基因數據是很一致的 基本上來自同一個人 而那個人我們考證到他 就是來自歐洲中部 大約是瑞士北部 德國南部的血統來的 這個就和貝多芬自己的家族的淵源 那個血統就很問合了 就是那個背景資料很問合了 所以我都會想就是 那八個頭髮樣本裡面其中那五個 來自歐洲的男人的頭髮 照計就是因為貝多芬 這個是真的了 再比對他們的來源 怎麼去傳承下來 但是另外三個呢 就很奇怪的 有一個就是猶太裔的女人來的 那個頭髮 就是傳傳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知道被人怎麼偷龍轉鳳 還是做假就換了 就是其他頭髮下去 另外還有兩個都是假的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純粹不是為了去變真假 為做而做的 就是原來就是我們很想 透過這個搜集約本 變別真假的過程裡面 拿到真正我們認為是貝多芬的DNA 那好了 我們在那八個樣本裡面 找到五個比較可靠的樣本 知道應該是 就是可信是由貝多芬來的頭髮 就去將他拿他的DNA資訊出來 那我怎麼知道 就是我們想找到的答案就是什麼呢 其實貝多芬都想知道 就是他為什麼會死 他什麼病而死 而且就是說貝多芬他自己 就是台長你不知道有什麼印象 他除了隻耳龍之外 他是怎麼死的 到尾呢 他應該喝很多酒的了 喝很多 就是肝應該有事 但是我相信其中一件事 很重要就是那個精神壓力 那他也沒有說的 不過他現在正史記載了 他很年輕的時候 他已經投訴就是整天肚窩 還有腸臟舒服 是啊 那這個就是說 他其實貝多芬可能自己 就是整天被這個肚窩困擾的時候 已經說 哎 將來我還是死了的時候 真的記得找人研究一下 我什麼鬼搞的 我整天都摸 肉下又摸 的確有些先天基因泥傳病 可以令人的腸是特別容易摸的 在這個研究裡面 找到一些基因的數據 證實到他有 的確有一些基因是比較 傾向證實到 和他有這種這種症狀是混合 但是是一個機率的描述 來的而已 是不是很肯定呢 就不算很肯定 有趣的地方就是研究他那個的 為什麼會耳聾呢 和他那個死因那裡 而在死因那裡 我們從那個基因資訊 找到強一點的證據 就是說基本上 他是先天上面比較容易有肝硬化 他而且後來也都 基本上猜他是有肝硬化 而且是由月形肝炎引起的肝硬化 就是剛才台長你也提到 他喝酒喝得很厲害 他一個午餐都要喝一瓶酒的 就是不止一公升 就是一瓶酒都是七八毫升左右 那他直接喝一公升 只是一個午餐就喝的 喝得很厲害 而且就是在他那個病歷記錄裡面 他在死之前發過兩次很嚴重的黄膽 那如果你問我去猜 第一次黄膽呢 照計就是月形肝炎發作 第二次黄膽呢 應該基本上就在死之前 肝功能已經是不行了 肝硬化的時候那種的黄膽 所以在這裏呢 就由那個肝硬化的機率 我們知道他是高危一族 很須不須再去有了 月形肝炎的那個病史在那裡 而很有趣的就是說 在他的頭髮那個記錄裡面 就是因為這些月形肝炎的這些病毒 他是由後天那裡染回來的 這些月形肝炎病毒 不是由他自己個人的基因那裡帶出來的 但是很有趣的 在他的頭髮樣本裡面 我們找到他那個月形肝炎病毒裡面的 DNA資訊的殘餘在那裡 於是乎就由那個病毒殘餘去證實到 他是月形肝炎大菌者 而且應該就直接發作過 而且也都發作完之後呢 沒得斷尾的 他那個肝硬化的病化率就會很高 於是乎就是這幾個這樣的原因 他瘀走 先天上面的肝已經是不是那麼好 再有月形肝炎送他去一程 五十多歲就死了 那就是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全部就是由他的基因數據找出來 就是可以就是說 可以叫做去到貝多芬的墳前 告慰他現在我知道我們的化驗結果出來了 在當時他1827年死的時候 那種現代醫學概念還沒有那麼 就是那種解剖的那種現代醫學概念 還沒有那麼先進 更加不要說什麼叫做月形肝炎 當時沒有概念 是吧? 那現在我們很明顯很清楚 就是他是因為什麼而食的 甚至乎對於他怎樣的意味濃了這件事 大家都嘗試由他的基因資訊去做分析 也都找到一些的幾個可能性的病症 就會引發到他會有耳聾的情況出現 但是也都沒有很定的定案 但是他耳聾這個我相信是一個職業病 因為最近有一位結他手的Aeric Captain 都是耳聾 是的 他口天聽覺受選 其實不一定是由基因層面分析的 也聽到一些這麼吵的音樂 不過他古典的時候 現在很難聽他是不是天天聽這麼吵的音樂 不過這個職業病我相信也有幾個可能性 另外一個就是G1 這個DNA的分析 會不會看到他自己的身世是怎樣的呢? 這個就更加爆炸性了 整個貝多芬DNA的研究 就發表了在Cell的這個期刊裡 也都可以說在這個生命科學裡面 一個很殿堂級的一個期刊 就是你發表到學術論文 如果發表到Nature Science 當然是巴幣之中的巴幣 那你能夠發表到Cell這個期刊 這次貝多芬DNA的這個就是發表在這裡 所以也都是非常的震撼 起碼就是先前沒有人拿到 確認到你原本沒有人去做過這個分析 那很有趣了 大家如果說得好地去驗DNA 除了驗自己的有沒有隱疾 當然也都驗家族淵源 甚至乎究竟是不是親生 都是要靠驗DNA的 那很有趣了 我們也確實是有幫貝多芬 做過這個DNA的親子鑑定那種分析 那你要親子鑑定 你一定要跟其他東西比較 那貝多芬跟誰比較呢 那我們其實就找到 因為貝多芬是有兄弟的 我不知道是哥哥還是弟弟 那很多個不是 然後貝多芬自己就沒有後人 但是他的兄弟有後人 那我們就現在找到貝多芬家族的後人 譬如是由貝多芬的侄子那一路 流下來的血脈 他的侄子都出名的 都是歷史人物被記載的 那留下來的後人的基因樣本 我們是有的 於是我們就將貝多芬 和貝多芬後人的DNA來做個比較 其實很簡單的 都是一種親子鑑定來的 那你都預了的 就越是遠房親戚的基因差異就越大 越是親生兄弟的 你預了基因的差異就越小 然後甚至乎是否是親生父母的 你也都會去驗到 對於我們會有一個Benchmark OK? 他隔了第幾代 隔了多少代 隔了多少度 那就會有一個不同的Benchmark 來顯示他們有 你過了某個Benchmark 我就更加傾向相信 你們是有血緣關係 但是如果達不到的話 就沒有血緣關係 其實基本上就是一種 基因相似度的比對 大家都知道的 其實就是 就算是同一個父母生 但是就是因為 在他們那個爸爸和媽媽 那種基因的洗牌裡面的時候 大家都會撿了爸爸和媽媽不同的那支醜 可能這個撿了老爸的鼻 那個撿了媽媽的嘴 但是有一個可能嘴就像老爸 有一個嘴就像媽媽 那大家撿的時候是不同的 所以就算是 在總體上來說 大家都是有一半基因來自媽媽 有一半基因來自爸爸 但是最後你顯現出來 是誰的那個顯現出來 那其實就會是 可以是有一個 就是很細微上有些差異 但是整體上 大家其實都是一半爸爸一半媽媽 那好了 於是我們在分析那些 譬如兄弟和親屬這些基因的時候 很多時候用一種手段就是什麼呢 去比較一下裡面 有多少比較長的DNA 而是大家都是有一致相似的 就是大家不會說整條一致相似的了 但是大家就會有很多零碎的片段 你這一節有小小小的跟我那一節有小小小小的 然後如果你是比較近親 那些比較能夠長的基因資訊都可以 大家share得比較長的資訊 完全一致的機率就會高了 所以最後一種親子鑑定那一種 其實是一種基因上的數據統計分析來的 現在很有趣 這個驗證我們是由兩個方向去齊求病進行的 一個方向就是呢 我們拿貝多芬的頭髮提煉出來的DNA 跟他貝多芬家族的其他後人 他們找到三位的後人 他們的DNA去逐個比對 甚至乎整體地在比對 我們就知道應該要有的相似程度要是多少 應有的相似程度就是說 裡面有多少 譬如某個單位長度的DNA要有多少份量尺才為之足夠 他們有一個標準定出來的 滿足到標準就應該符合到你們是有親屬關係 滿足不到標準就可能其實沒有親屬關係 然後同一時間 他們也會做一個電腦的模擬 就看看如果你的基因資訊在洗牌洗來洗去 我是這次洗到那個侄的DNA出來 再洗到幾代的後人的DNA出來 最後看看真的由貝多芬家族的DNA最後混到多淡 然後由那個混到很淡的後人跟貝多芬去比對 照計應有在統計上面的百分比是多少呢 在電腦上面有一個運算上面的預測 我們去搖色仔 去搖下 假設這個就是貝多芬的資訊 我們將它搖下搖下 最後出來的比對還照計要有多少呢 跟我們真真正正的拿貝多芬真正的DNA資訊出來 再去做個實驗去驗出來 比較一下是多少呢 我們於是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客觀的預測來去知道就是說 如果今天看到貝多芬後人的DNA 他應該要跟當時貝多芬他的基因相似度要有多少呢 我們心裡有數 在這樣的研究裡面是做了這個分析了 但是很有趣 他們最後出來的結論 如果大家仔細看看他的技術資料 他們的結論 我看過他們的數字 其實差一點點就證實到 貝多芬似乎不是親生 現在似乎就是說 貝多芬照計他的親生母親 是應該有給那個 別說貝多芬的親生父親長大的 從而現在似乎貝多芬比較傾向大可能 就不是貝多芬的父親生 就只能夠是媽媽親生而已 但是因為在那個統計數據比對的時候 差一點點 不是完全滿足了 你可以想像一下 達到某一個數字的時候 他就照計完全沒有血緣關係 但是另外如果他的數字最後出來 達到另外一個數字的時候 靠近另一個數字的時候 他就應該是照計更加可能是有血緣關係 就是說那種有血緣關係沒有血緣關係 中間有一個連綿的一個機率分佈在這裡 但是貝多芬他自己出來的基因 落了在一個比較靠近那個沒有血緣關係 但是又未完全達到一個很有信心的沒有血緣關係 就只能夠比較傾向武衣關係 現在只能夠在結論上 其實就差一點點而已 所以現在我們就看到就是說 證據就傾向顯示 貝多芬的媽媽可能是有出年給個母子 貝多芬的親生爸爸大 就暫時見面 他沒有說得很肯定 但是比較大機會是這樣 以當時的歷史 你上來講到這個都不出奇的 你有沒有聽過貝多芬小時候 有沒有特別被他爸爸打得緊要 你們說什麼 操琴操得很厲害 但是這個不是打的 操琴操得他不太頂得信 但是這個可能基於他那個 因為他是音樂的家族 對他的天才本身是有很強的上爭 可能基本上他親生都這樣操他 都是會是吧 父聰的爸爸就是啊 父女 他有兩個兒子嘛 父聰父敏嘛 父敏就天知沒有父聰那麼好 所以他爸爸對他沒有什麼壓力 但是父聰就糟糕了 是 是 是 高到幾乎是神經病的 但是anyway 這個都歷史原案 我相信很快 基本上都可以解決到的了 是的 我這次去這個研究 都是一種叫做 對於貝多芬生前意願的一個致敬 是的 而且時間上也都接近貝多芬 逝世二百周年 我們對於貝多芬那個生平 而且還有科學層面的那個考證 是經過這次拿到他的DNA資訊之後 其實就有一個更加詳盡的了解 是的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請多芬生前 請多芬生前 願閒 按鈴鐺 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